在国内的演艺圈中 许多的明星都要坚持地保证自己最好的状态 要求自己的身材还有面容都达到比较好水平 同时这些人的身材和颜值本身就是非常好的 有着可以很贴切我们审美观点的样子 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的这位明星 应该也是无数网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位了 他就是张天爱 说起张天爱 想必大家都是十分熟悉的 他近些年的事业发展可以说是风生水起的 完全没有辜负众多粉丝对他的期待 张天爱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女演员 也是众多网友心中的女神 作为女明星 她的颜值状态和身材曲线状态也很好 她的五官长得非常精致 而且十分的立体 是十分美艳的长相 虽然过去她的身材给人感觉非常的臃肿 在娱乐圈中的一众女明星中也看起来并不出逃 但是减肥成功之后的张天爱 却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身材悉情无数 张天爱还是一个健身狂魔 经常出现在健身房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身材 张天爱出生于黑龙江 从小家境比较贫寒 生活比较穷苦 高中毕业后 为了虔诚张天爱就前往日本留学 学习服装设计 之后因为惊人巧合而开始接触娱乐圈 出演了短片洛英 回国以后张天爱以广告演员的身份进入内地娱乐圈 还在本影中完成了学业 刚刚接触演艺圈的她就参与拍摄了电视剧《二炮手》 剧中的她让人印象深刻 而且还获得了某奖项的最佳女配角奖 后来张天爱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女一号的角色 2015年由她主演的穿越剧《太子妃生殖记》 在无人看好的情况之下突然活起来了 虽然说这部剧在情节的设计上非常的狗血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部剧的收视率的确也非常的高 而张天爱在剧中饰演的太子妃是一个男人 穿越到女儿身而来的 女孩子的形象 汉子的内心 这样的设定非常的新奇 也是因为这部剧让张天爱一夜爆红 成为了流量明星 有了这次的爆红 张天爱的资源越来越好 找她拍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自从张天爱出演了《中国机长》这部电影 演艺之路就开始腾飞 不仅登台表演春晚 而且还参加多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这其中就有爱艳好身材 这档综艺节目热度非常高 而张天爱在节目中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了解张天爱的都知道 张天爱并不是独生女 她还有自己的兄弟姐们 因此 大家对她的家人也是特别好奇 在艾艳好身材这档节目中 张天爱的亲哥哥就出现在节目当中 张天爱的哥哥非常疼爱张天爱 当时的张天爱刚拍戏结束回到家 哥哥就带着大包小包上门 知道妹妹在剧组吃不好 特意给妹妹上门做饭 不过在做饭的过程当中 张天爱和哥哥的相处也引发网友热议 虽说两人是亲兄妹 但这行为举止也过于太亲密了 原因是他哥哥正在做饭时 他从背后抱住了他哥哥 不少的网友在看到这一幕都纷纷表示 这种动作不适合兄妹之间 而且大家都已经长大了 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很容易引起是非 而且哥哥的老婆 也就是张天爱的嫂子也在一旁呢 即使是亲兄妹也应该避嫌 而这样的举动会让不少人都觉得张天爱恋爱了 随后就不少网友开始观察张天爱嫂子的反应 没想到嫂子的表情如此的真实 只见嫂子则直接成无视状态 很显然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相处模式 因此就并未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在他嫂子的心中 对这个小妹妹撒娇的举动应该是相当的熟悉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看什么 else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